看微臣世界,物佛法皮毛。大家好,这里是志祥看微臣,我是志祥。 每年的五、六月,在加拿大的郊区,总能看到一种灌木或桥木,开着芬芳的白色小花,其五半细长的花瓣张开后别有一番风味,也深受昆虫喜爱。 这种植物叫做加拿大堂地,也叫六月梅,其英文名字多种多样,有Serviceberry,Juneberry,Shedbush,Chacoberry,Bilberry等等。 堂地是被子植物门,双子叶植物钢,蔷薇木,蔷薇科,堂地数得多年生落叶灌木或小桥木,珠高可达8米,叶卵形至卵状举圆形,圆巨细巨齿。 大部产北美,中国有两个堂地品种,常见于湖北西部的树林中。 堂地花碎下垂,花瓣细长,白色而有芳香,为一种很美丽的小桥木。 堂地的果实为僵果状的梨果,果成熟石呈蓝黑色,可食,尝起来有点像蓝莓, 其种子的杏仁般的味道强烈地加重了口感,对野生动物,尤其是鸟类很有吸引力。 往往不到几天,全猪的果实就被消灭了。 堂地等僵果比大多数其他水果含有更高水平的蛋白质、脂肪和纤维, 唯一不足的是其维生素C的含量较低。 其树皮还具有药用价值。 堂地的叶片会在入秋以后转位成红色,美丽又耐寒, 因此也常常被种植在房前屋后,坐井棺树为人欣赏。 在加拿大,堂地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,叫做棺材树,Coffing Tree。 这并不是说堂地的枝干可以用来制作棺材, 而是由于加拿大的冬季极冷,冻土层太厚。 因此在冬天不幸过世的人是没有办法马上下葬的, 必须等到春天温度上升,冻土层松软以后才可以下葬。 而这正是堂地满枝开花的时节。 因此,人们也会以堂地开花当作可以下葬亲人的一个标志。 这也是堂地被称为棺材树的来由。 在电子显微镜下面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堂地的花粉长约30微米。 花粉的表面可以是光滑的或具各种各样的凸起,通常称为雕纹。 纹饰的类型因种属而不同。 一般情况下,雕纹主要可以分为九种, 即颗粒状、硫状、棍棒状、刺状、条纹状、皱波状、网状、脑皱状和穴状雕纹。 硫状雕纹是圆头状凸起的宽度大于高度。 棍棒状雕状雕纹是圆头状凸起的高度大于宽度。 脑皱状雕纹是花粉粒表面的雕纹弯曲似大脑的皱纹。 穴状雕纹是花粉粒表面有凹入的穴。 堂地的花粉表面的雕纹为条纹状,条纹很细,仅为200至300纳米。 花粉壁上的开孔或比较薄的区域称为萌发孔,是花粉萌发时花粉管伸出来的地方。 萌发孔一般分为两种,钩和孔。 钩是长的萌发孔,其长轴是短轴的两倍以上。 不同种属植物的花粉的萌发孔的形状、位置、树木也不相同。 如果您想了解自己喜爱的花的花粉是什么样子的,可以给小编留言,小编会努力想办法满足您的愿望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点击小铃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